相對於沒有服用PPI的病例來說 如果你每星期服用PPI至少一次或是以上 但又不是日日食的話 風險就會2.44倍 如果你每天都服用PPI的話 風險就會增加到4-5倍 接著我們又看看服用的時間會不會有關係 如果你每天服用PPI 而年份又是達到一年或是以上 風險就會增加到6-7倍 很多人都說不舒服 所以我們吃的衛藥 那衛藥裡面最貴的就是PPI 很多人有一個概念 最貴的就是服用PPI吃 那些人總之會長期服用 而它是未必真的有一個 我們叫做indication 需要長期服用PPI 這些病例我們覺得是很長期的 而有很多時候我們叫做消化的量 我們根本就不覺得 所以你根本說個 KDLA的公共不太多 討厭話